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超級人好好聊天 林俊錫來 林目瘋亡了 2020年SUZUKI再度登記MOTO GP世界冠軍 這已經有20年了吧 SUZUKI從2015年再度回歸MOTO GP頂級賽事的時候 我不得不說這間日本車廠從5年前到今天 在選擇自家車手的眼光上真的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當時以Espagero搭配新人Maverick Vanilles的組合出賽 而Espagero的經驗值自然不用多說 但Maverick Vanilles的這原本大家都認為是叫上來MOTO GP 練經驗值的新秀車手 卻在加入SUZUKI之後的第二年在英國Silverstone 就替SUZUKI車隊拿下睽違9年的分戰冠軍 同時也是Vanilles在MOTO GP的首場勝利 在Vanilles笑湧金杯前 上一個穿著SUZUKI戰袍登上頒獎台的人 已經要追溯至2007年 當時還是800cc賽車GSVR的車手 克里斯維莫倫 說拿下的我知道你不認識他 因為我也不認識 新人第二年就拿到分戰冠軍SUZUKI的Maverick Vanilles 一舉打出知名度 隔年隔壁捧了YAMAHA車隊 便捧著令新人無法抗拒的場隊車手合約 希望能夠延攬這一位潛力無限大的年輕車手合作 但之後Vanilles在YAMAHA遭遇到的各種挫折與機械問題 車場內部政治問題 以及今年的引擎問題 那又是另外一段令人相當崩潰的故事了 2017年是SUZUKI比較失落的一年 SPAGERO離隊後改由瘋狂喬YAMAHA單剛車隊一哥的角色 並且搭配LS RINGS 這位以結果論來說 當然是頂級車手獲色 但在2017年因為傷缺席了季前測試 以及大半個賽季的新秀車手 也因為季前測試車手不足 測試資訊量不夠的情況下 YAMAHA在引擎的選擇上並沒有做得很好 也因此這一整年下來的賽季 SUZUKI因此吃足了苦頭 2018年同樣的陣容彈LX RINGS 完整參與了東撤與季前測試 這一年SUZUKI有著無限希望的一年 逐漸茁壯的RINGS搭配則具有速度的YAMAHA SUZUKI要扮演的不是戰場常勝軍的角色 他們也知道自己還不夠成熟如DUCATI或HONDA 或者是YAMAHA那般穩定而且具有足夠賽事經驗 但只要能夠藍湖殺進前五甚至單葬頒獎台 也足夠讓其他車隊下了屁股尿流了 2018年賽事的SUZUKI一共拿了9個頒獎台 但沒有分戰冠軍的紀錄 以一間回歸賽事僅4年時間的車場 就已經具備頒獎台的實力 SUZUKI的表現只能說我靈威武啊 2019年瘋狂腳轉至APRIDIA 跟Espagero一起 跟著那台打算是市售暴改RSV4對決原型廠車的車場 一同墜入五間地獄 前一年度拿下年度積分第五的Aless Reigns 決定繼續留在SUZUKI 並且這一年找來了新人John Miller SUZUKI自己大概也不知道這台水藍色的GSX-RR 正準備要開始寫下自己的傳奇故事 逐漸成熟穩定的Aless Reigns在經歷過前兩年的跌跌撞撞之後 2019年美國KORTA分戰擊敗Mark Marquis 其實是Marquis自爆終結自己的KORTA 7.8 拿下分戰冠軍同時也是Aless Reigns的生涯手冠 在當年Reigns幫助SUZUKI拿下兩場分戰冠軍與三場頒獎台 雖然穩定性與經驗還是差了悶一點點 但2019年的GSX-RR即便用上了廠上較為少數的並列四次缸引擎 但相較於同樣引擎形式的YAMAHA YZR-M1而言 GSX-RR明顯有著更好的彎中靈活度 更好的米其林輪胎契合度 以及相對高一點點的直線維數 YAMAHA的持續低迷我們先不要理他 他們還專心的在賣市售車 2020年可以說是SUZUKI抱著希望 但又不敢抱太大的希望的一名 當然我們已經看到GSX-RR的戰鬥力 以及車隊中兩名車手都逐漸著裝 尤其是Alex Reigns Reigns已經展現出足夠P.D.Mont Marquis 以及新人王Fabio的速度與攻擊性 但誰都沒有想到陳咬津會是那個才來到MOTO GP 第二年的SUZUKI二號車手 年僅23歲的JUMMYA 2020年因為武漢肺炎影響而妥協的腰斬賽季 賽事精簡化但相當的密集 且出現同一條賽道連跑兩周的雙重賽區局面 這也意味著在今年的比賽中 一點點小失誤都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更遑論轉倒退賽或是陰傷缺席 當然還有確診直接報銷14天以上的情況 一點小毛病都會讓積分直接被超車或是被海放 看我大吼王七七慘慘慘奇奇 開局是這樣子的 開幕戰MIR退賽 Rings缺席 SUZUKI臉綠掉 第二場比賽MIR第五 Rings第十 第三場比賽MIR退賽 Rings第四 聽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超級人 你老師你是說三小 沒錯SUZUKI在2020年的開局三場比賽超級繞賽 繞賽到大家開始把目光都放在絕地反攻的KTM身上 直到第四場比賽 因為在Rings這條隊並列四缸賽車的特性 相對不友善的賽道上拿下第二 也是生涯首次頒獎台的好成績之後 這位年輕人彷彿開啟了車神武雙的人獨二慢 在接下來除了Rings第二場的第四 法國力慢勢的第十一名之外 Saint Mario兩場比賽都上頒獎台 加太隆領亞第二亞拉岡雙重的賽銀 都拿到第三 並且在11月的巴倫西亞第一戰 拿下生涯首次MOTOGB分戰冠軍 從第四場開始揮身 並且激起直追的Germit 同樣在年度積分上大進步 法比歐與Vanelis的YAMAHA在走了 與Suzuki完全相反的路 從祭出的神檔殺神 到現在身陷車礦泥沼中 找不到一絲光明 那你甚至因為超額使用引擎 而必須從PIP去起跑 幾乎等於是放棄了今年的世界冠軍爭奪 而法比歐不是第一就是0分的可怕起伏 也讓他的世界冠軍領先者座位 還沒有坐熱就被Germit 穩定中求成長的積分進帳一舉超前 你不得不說Suzuki在這5年來的 進步著實有目共睹 無論是GSX-RR的設定 改良以及車手匹配程度 平平都是直式形式的引擎 GSX-RR就是有辦法在賽事後半段時 依然可以在彎中進行攻擊與關門 但YZR M1 光是要保持輪胎抓地力的協調 就已經快沒了 直線底的速度依然是 GSX-RR與M1的造門 但與V4賽車之間的纏鬥 GSX-RR還是有一定的競爭力 M1在今年我們看過太多直接被硬幹內線之後 關門就依序不復返的防守失敗案例 要論車架柔軟程度 GSX-RR其實早非無下阿蒙 今年的世界冠軍是Suzuki贏得的 當然我知道有人會說 Marquis不在的比賽 什麼冠軍含金量都令人之意 但如果你熱愛賽車 你會知道其實受傷與缺賽都是比賽的一環 過去S-RR的KOTA出勝率 就是因為Marquis自甩 你說這是RR撿到的嗎? 如果今天他沒有穩定的配速以及安全完賽 RR有辦法撿到這座分戰冠軍嗎? 賽車就是這樣 一座分戰冠軍 一座世界冠軍 都是從小到幾乎要被忽略的細節不停的串聯而來的 誰能夠掌握最多的細節與狀況處理能力 讓自己在風險與速度的管理中取得最佳的平衡 誰就是王者 只能說靈幕都是變態在一起的 我是布老師 我們下次見了